接下來要把linkedStack做完了 其實就是把push跟pop implement出來 拉到第二個頁間 我們把必要的資訊在這個地方 push跟pop xbox準備好 給他一個label pub出來的直 我也把它秀出來 那用什麼辦法秀出來呢 因為pop的直 你應該也不會刻意去改它了 所以我們就簡單的用一個label 這裡我就直接寫 它就是pop result 各位待會看看我們怎麼樣把pop的結果秀在這裡 那push裡面要準備什麼呢 我們就針對這個stack做push 對誰呢 把拿到了這個element 這個element在哪裡 我們還是 就是 入個testbox裡面 要到它的text 轉成element 然後我要對 我就對stack做push 把element放進去 怎麼做呢 還是建議各位 用開頭空白節點 刻意為堆疊 刻意為堆疊準備的 刻意為堆疊準備的 node 它是top 好 那 那一開始這個top呢 要不要空白 對 要開頭空白節點 所以我的top 就是 就是new node 然後我也是放個無關的資訊進去 好 這個是第一個節點 第一個節點 那top的next呢 的next其實就是now 好 各位記不記得 我們在new node的時候 其實也把新產生的接地 所以這個其實就不重要了 就不重要了 好 我們有一個top這個節點 那 我們要做push的動作 就在 必要的地方 我們就在這裡做push 好了 這裡做push 怎麼個push呢 首先我用 top node p 等於 new node 先取得一個新的node 那個node 把element放進去啊 ok 放進去之後 然後我的top就要改變了 那 可是我的p 是不是它的尾巴要先串到top上 然後top呢 就 就更新為p囉 那這就是做push啊 ok 那我們再回到這裡 我做完push之後 我還是可以print list 老師 那你怎麼做呢 對 因為 我就把我的top傳過去 那top的下一個是誰呢 好 我們就重新整理一下 有一個top 然後呢 它指向第一個element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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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 按摩 至于TopNext 要接什么呢 我们就引用之前 环状的概念 我们把它接回自己 老师对立可以这样用吗 当然可以 不这样用也可以 那我们做环状的 有一个好处是 之前写过的code 似乎可以再利用 我们利用这个好处 所以我们做一个 环状的开头空白节点 回到设计的画面 找一下 我们的LinkStack Push Push完以后 我们希望把 Stack里面东西列印出来 我们就做一个 副程式叫PrintStack 那把谁传进去 把Top传进去 那这个PrintStack 大概要怎么写呢 我们是不是先把Push完成 好 那我们来看 我们的Push 还没有左手 所以我们把Push写一下 这边就看看 我们写在这里 这个Push怎么办 我们就Void Push Push什么东西呢 Element 把ElementPush进去 然后一开始我们用个StructuralNode 但是StructuralNode的指标拿到之后 我就用NewNode 各位 我们的code又再利用了 用NewNode把Element放进去 那这个时候就得到一个实体的节点 那对P来讲 P的下一个是不是应该就会要等于Top的下一个 因为Top的下一个其实就第一个 那我现在P进来的 它变成真的第一个 所以它的Next就指到之前的第一个 然后呢 然后Top的Next 为什么是TopNext 因为TopNext才指到所谓的第一个嘛 这样它指向P 那这个是Push 该做的事 那Push做完之后 我们希望利用PrintList 利用PrintList 把它印出来 那之前我们有一个PrintList 我们把它改一下 就得到PrintStack了 好 这是Push 我们就做一个PrintStack 那PrintStack 连这个code都可以不用改 这个First传进来 那我们现在Top传进来 在这里改名叫First OK的啊 没问题啊 那这个FirstNext就是第一个 A4就是堆叠的第一个 然后它会看到是不是赚回自己 然后一路做 所以这个都OK的 都不用改 唯一要改的是 我们要把它放到ListBox2 ListBox2 ListBox2我们设了吗 看一下 这是ListBox1 在这个地方需要设一个ListBox2 哎呦我还没有设耶 赶快把它补进来 2我们做一个Dock 好 有这个之后 我们就很快的 测测看 哦有一个错误 各位看哈 PrintStack 已经有了耶 之前我们已经定义或宣告了 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之前写过了 哦我写两遍呢 东西都一样耶 好那我们就把其中一个删掉 呃 这里是Print 这里也是Print 那Print都放一起好了 我就把后面这个删掉 已经写过了 好 试试看 我把123Push进来 得到123 那再来34Push进来 Push本来就要放上面 有没有Push然后放后面 没有没有 Stack应该就是只能这样做 好12Push到前面 那这是Push 接下来做Pub好不好 接下来做Pub 看一下 把Pub先开 然后一样 我要做的动作也是一样 就直接Pub 好 我要Pub的Result 要等于Pub 那Pub出来 Pub写了没有 还没写 那Pub出来要不要印一下 要 我就把 这么印一下 PubStick PubStick 那Pub怎么写 Pub的函式就写在这边 那它不需要传入任何的参数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我们定一个StructureP StructureP 那这个指标呢 指到谁 指到 Top的Next 那我们可以直接写在后面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点熟了 对不对 好P是Top的Next 因为它才是真正的第一个Element 可是它有没有可能根本就 就是那个P啊 根本就是Top呢 换句话说 它就是指到自己啊 第一个Element就是自己 那表示什么 第一个Element 竟然是开头空白节点 表示它根本是空的堆叠 那空的堆叠 你还要叫它Pub 是强人所难的 所以我们就Return一个-1 表示说 你这个Pub的要求是有问题的 完了之后 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把我们的东西 Resort 要把它回传回去 这个Resort是谁呢 是P的Data 因为如果 对对空的已经在这边Return了 所以没有Return的时候一定是对对有东西 所以我们把这个拿走 拿走之后我其实就 各位要看 这个Top的Next 它是不是要Maintain新的 也就是P的下一个 因为P即将被Free掉了 好 P 好 那我就Return Resort 各位要小心啊 这里如果FreeP写在这个前面 然后再把这个肯定当掉 因为FreeP之后这个 好 所以这个顺序 一定要非常小心 这是Pub 看一下Pub那边的函式 这边要把对比印出来 可是要小心 如果Resort 等一等于负1 那是表示什么 对对是空的 那如果是 对对是空的的话 不等于负1表示是正常 那当然这个串链里面就不要故意用负1了 好不好 这是我们负1已经特定给 这个错误讯息用了 如果它不等于负1的话 就把对对的预定的东西印出来 不然的话 我们还是要告诉人家 to 你不能够 stake safety 分号没有给 compile一下 在没有东西的时候,你不能给我乱pub 好,这边有一个pub result,对不对? 当时就是希望在,如果pub,不管正不正确 我都在level6上面,把text做一个更新 我们看一下 pu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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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了 再pub,stack empty 各位,这个就是刚刚的效果 哦,这样连用法不好,不用加等于 我们就是说,它直接assign掉就好了 直接assign掉,就是pub result result 等於 加result 好 pub 這邊有一個pub result等於11 是因為拿到這個 看一些不一樣的好了 pub拿到12 pub拿到11 pub拿到-1 再pub又拿到-1 好這樣我們也把pub也完成了